大家好,我是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会逐渐衰老 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 刚做过的事情,转眼就忘 放起来的东西,怎么也想不起来放哪了 记忆力的减退和大脑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套见脑操 首先伸出手掌,双手合十 然后用双手的五个手指,依次的对应敲击 两手拇指对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 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 轻触,在练习的时候要手指伸直 五个手指依次敲击一遍为一次动作,共做二十次 第二个动作是用大拇指去敲击该手的其他四个手指 两手伸直,用大拇指去轻触食指 中指,无名指,小指 刚开始可以只练一只手 等熟练以后,在两只手一起练习 第三个动作是食指交叉握拳 两手掌相对,食指分开伸直 然后食指交叉握拳 这样供练习二十次 经常做一下手指操,多动手指会增强记忆力 手部神经和大脑神经是密切相连的 多动手指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还能够让大脑活跃起来 这样就可以避免记忆力衰退 食指握紧,松开,再握紧,再松开 这样重复做二十次 经常熬夜或者失眠会导致睡眠不足,损伤大脑 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现象 所以每天还要保证有充足的睡眠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个动作 将两手的手掌打开 依次收回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然后再依次打开 小指 无名指 中指 食指 大拇指 这个动作 同样也是做二十次 这套动作 速度越快 难度越高 可以在熟练以后 加快速度 让大脑活跃起来 这套动作非常简单 随之随地都可以练习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放在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